欢迎来到徐博士讲北美职场 我们今天要谈一个非常常见的晋升杀手 教师心态 因为我们做了十几年二十年的学生 我们非常习惯地模仿老师 老师会在表扬一个人的同时 批评另外一个人 这在无形之中 培养了我们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要么被表扬 要么被批评 在进入职场之后 我们潜意识里延续了这种模式 认为在表扬一个人的同时 必须指出另外一个人的不足 这种心态和行为会毁掉你和他人的关系 因为说着无心听着有意 如果你真的想比较 就拿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的优点想比较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舒服 那就不要这样做 第二不要在会议中显得特别聪明 Don't be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room 总是觉得自己的想法特别出色 好像别人都不如你聪明 我们需要成为一种非常积极的聆听者 表现出领导者的风范 给别人 尤其给你的老板 一个展示他们才能和他们的想法的舞台 大家一起努力 摆脱这种教师心态 在北美市场快速提升